這幾天網路上熱議的話題 有關流水席的爭議 到現在討論都還 這個沒完沒了 女主角這個Kelly A 自稱高級台北人 他要遠駕到高雄 高雄的夫家說 我們要辦一桌9000塊的流水席 他大罵說流水席什麼 很low 鄉下人才會辦流水席 而且鄉下人好像都很窮 窮到還要打包 感覺很像在吃廚餘一樣 你有聽說過林志玲 這麼漂亮的志玲姐姐 還有林依成 他們婚禮會吃流水席嗎 打包剩菜不就是吃廚餘嗎 然後還被爆料 他的公公出了600萬 要幫他買房子 後來他的小姑發現這事情 那在家庭裡面鬧起革命 都說你怎麼可以在外面講這個 他說如果結婚結不成 那600萬 如果你敢收回 買房贊助的600萬 或者是說一定要辦流水席 那我們就不結婚了 現在最新的 演到第八集了 現在最新的狀況 大家鬧來鬧去 好 不結婚沒關係 給我150萬的分手費 以後我們各走各的 他們還沒結婚 還沒有結婚 這個我等一下也要請教 原資跟楊敏 怎麼有辦法說 要有150萬的分手費 那這個凱里耶他自稱 長得很像陳若蟻 說他輔大的 不過他的小姑爆料 說他根本沒有留學過美國 因為他還講說什麼 我可能就是以前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沒有去皇后區走一走 都不知道窮人長什麼樣子 還說高雄人 南部人 難道你是非洲人嗎 還流水席 還要吃打包 但因為他是匿名的 他可能寫的時候不知道 他會這些話會被對位 他的姑姑就說也不過就是某一年 你國中的時候 有一個月的暑假 一個月你到美國去留學 你就好意思說你是留學的 而且根本也不是一桌9000塊 是一桌1萬2 但報系的管理員說 因為這個故事很離譜 非常離譜 報系管理員證明 證實 因為他們後台可以看到 發文的他的帳號 他的照片 他說我跟你保證 就管理員保證說 發文帳號真有其人 真的是個女生 而且是一個漂亮的女生 而且他一定有划過 他相關的發文 他證明說這些文章 很多人都覺得怎麼可能真的 這麼離譜 現在包括網路上 大家開始讚了 然後南部有一些板的 板的跟流水席不太一樣 但是南部現在板的 居然可以吃到什麼 看到照片上這個 黑鮪魚 而且一排一排黑鮪魚 你看那個油脂 密布成這個樣子 還有A5的河牛 也是板德吃得到 還有什麼 一盆一盆的排斥 一樣 北部的板德 好像比較少聽到 有人這樣講 然後有板德的中泡塞說 真的 北部的板德比較少在打包 南部真的比較多在打包 這個打包的照片這邊有沒有 南部就會發塑膠袋 會主動發給你 可是他說這個在北部 可能會比較少見 有一個網友在過去有一段 不是這一次 不是這一次出來讚的 曾經有了一個網友說 他在北部在台北 不知道台北還是新北 他吃板德 一萬三 這個是豬腳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普普的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你們看底下那個是什麼 紅紅的 蝦子嗎 香腸喔 沒有 那是炸灘圓 湯圓 他很生氣 他只有拍這兩桌 他這樣子要一桌一萬三 KIMKO知名的舞蹈老師 他就拍了 他在屏東的時候 他們在飯店吃的是 整整一整隻的龍蝦 沒有在跟你剖伴的 是一整隻完整的龍蝦 但是很多人想說 這個女孩子有這麼嬌嗎 他沒有想到 這個故事居然是真的 原來是怎麼看 這個事件 在網路上已經少好幾天了 就是每天都有新的事件出現 很難得這樣 所以才會有人去懷疑說 他到底是不是假的 因為劇情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怎麼可能會有那麼大流量 但報信官律員看過這個人的帳號 說是真的 是真的 他為什麼被迫出來回應這個事情 因為裡面該有的戲劇元素都有 佔男女 一個人要娶另外一個人 結果那個人居然嫌婚禮吃得不好 然後說要退婚 這就是一個話題 還有最新在佔什麼 佔流水席跟半桌的差別 就是我們下面在討論的 就是有人在講說 北部人是不是不知道什麼 流水席跟半桌差別 他們說其實這個是不同的東西 流水席比較類似那種 比如說宮廟 那時候要辦一些平安餐 讓大家來吃免費的 那個叫流水席 半桌其實就外匯 就是去找一些比較貴的餐廳 好的菜 然後直接把它 我覺得因為聽說他的公公 是個知名的里長 他們以他們的收入地位 應該不是我們知道的 南部的流水席 應該是板德 但是這個KLA他搞不清楚 都一樣在我眼中 全部都是流水席 但是他到底有沒有資格 拿到分手費150萬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板德的菜色 他的菜色到底南北 有什麼樣的差異 以及這個KLA 他如果不結婚了 可以跟他沒有結成婚親的 這個對象 要150萬的分手費嗎 楊明 第一個就是說 過去北部 像我們PTT的鄉民 他有辦過一個叫鄉民宴 這個在2017年的12月 你看當時菜色都上過新聞 其實還不錯 那時候的一桌是1萬3 這是台北的價錢 在台北市 對 台北市 地點在哪裡 在鳳天宮 鳳天宮 直接活動中心 這是幾年前 他120桌 五年前 2017年底 所以大概五年多 大概六年左右 那也差不多 當時許巧欣也去 五年前的1萬3 大概是現在的1萬6 可是一樣的菜色 在台北1萬3 在高雄1萬1 這樣的菜色在1萬1 就同一個團體辦的活動 對 一樣的菜色 為什麼 因為他會在地選食材 食材的那個價格就會有差 好 那當然你講到說 這個150萬 女方為什麼去討 我覺得某種程度 就是說第一個 他們交往三年 如果按照這個故事是真的 你第二個他交往三年 他如果最後真的是選擇要退婚 總要有一個和解 因為比如說 有一些這個成本 所以這算是和解金 某種程度 我覺得是雙方合議 那畢竟現在我覺得鬧成 如果是真有這兩 這一對這個怨偶 鬧成這樣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 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